又到了每年吃青团的季节 今年上海的老字号青团店 融入了热门美食元素 创新推出的新口味青团十分受欢迎 融合青团元素的甜点 也进入到许多下午茶门店的菜单当中 吸引了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来 青团出土了 进入青团销售旺季 一大早 位于上海南京路附近的老字号青团门店 就排起长队 不少市民游客赶来购买现场手工制作青团 就是现在时候一般都是吃青团 就是吃那个豆沙的 我妈妈喜欢吃这个口味 今天她特意说要叫我买 为了让顾客都能够买到热腾腾的现做青团 师傅们早上四五点钟就要赶到店里 开始包青团 揉面 活馅 包 蒸多道工序下来 才能完整做出一只软糯可口的青团 近几年青团市场陆续推出新口味 并逐渐打开销售渠道 通过与电商平台合作 推出借菜鲜肉青团等 我喜欢吃甜的 就尝尝腥嘛 年轻人比较喜欢一种腥式一点的 那个口味的碰撞嘛 在上海 作为一直深受人喜爱的传统小吃 青团也被许多小吃店 咖啡店 加入进了下午茶餐点当中 融入了更多消费新场景 商家通过创新打造青团汤圆 青团豆花 青团冰淇淋等美食形态 让老味道成为人们下午茶的新选择 蛮创新的吧 以前的那一些工艺啊 豆花呀 青团呀 这种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些食物嘛 对吧 食材 然后但是呢 把它们结合 融合在一起就是还蛮好玩的 而且这个特别有那个中国风的那种感觉